三重区维德里内有条里长和李明都相当引以为傲的樱花步道 在山樱花陆续凋谢之后 紧接着有日本的吉野樱接续登场 里长预估花旗一直到四月中 邀请大家一起到步道赏花 粉色的吉野樱开得相当的灿烂 吸引不少民众相约来赏花 这里是三重区维德里相当引以为傲的樱花步道 在里长跟志工的照料下 今年正好设置满20年 我们维德里给它润粮 已经计划刚好满20年 种了山樱花 吉野樱 杜坚花 矮仙丹 稻母仙丹 都有好几种的花 这步道公园总共长度有650米 都很清洁 都很善良 都民众多 时常早上一般都6点多来散步 中午都要2点多 到晚上都8点多 还在人家在那边散步 看那赏樱花 维德里的樱花步道也被区长陈吉正 昱称为三重区的樱木花道 在3月份 山樱花陆续凋谢之后 紧接着就是梦幻的吉野樱街区登场 在我们姚里长 姚总会长精心规划设计 以及任养栽种之下 我们全场650公尺的樱木花道 现在正接力盛开 早期盛开了包括台湾的山樱花 接下来日本的吉野樱 不用出国到日本去 就可以感受到日本吉野樱的风味 那现在刚好3月也是杜鹃盛开的季节 那我们来这边一起赏花 这条长越650公尺的樱花步道 除了有梦幻的吉野樱居外 其实还有数十种的各式植栽 等着大家来欣赏 区长跟里长欢迎民众来这里散步赏花 记者沈照林景瑜三重采访报导